靜在运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小川老師 歡迎你回到我們盤中的現場 台北股市間震盪很大 那到底這個盤後面要怎麼去走 待會兒我慢慢來跟大家做解說 我們先仔細看 今天整個盤是走盤的時候 開高震盪走高漲110點 結果盤中最多跌了265點 那現在當然留點下引線出來 留下引線出來留還蠻長的 現在是跌87點 不過你會發現到今天的盤是 成交量擴滿大 現在12點半是4054億 那你預估到收盤將近有5000億 將近有5000億 當然投資朋友你再仔細看 現在看起來好像下引線有流出來 可是你會發現到 今天不管上市跟上跪 哇那下跌加速超多的你看 上漲現在漲235加 跌800多加 上跪漲200多加 跌785加 那可見的這個盤 最近已經連續第4天了 都是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而且都是爆量 對不對 那再加上你會發現 今天跌的加速是上漲的加速 將近差不多3到4倍以上 那可見了很多個股 很多個股在這地方你去亂買的話 你會追高 那最近的盤是我們都有跟各位去分析過 你來仔細看 上個禮拜我就跟大家講過這個盤 它是軋空與幼多並行 我說你小心又多變套度 對不對 什麼意思 注意看 這一步到現在為止 你看空單幾乎都是嘎的差不多了 因為你從12月中之後 整個指數上來 空單就一路被嘎 那近期空單回補的更快 是因為 那個股東會的關係 5月底到6月上旬 一堆公司要召開股東會 這東西我之前都跟你講過 我說那個 你看空沒有用 尤其你一直看空一直看空的 你一直放空的 到現在為止呢 空方全部死光光 如果你是跟你的老師做年 真的會員不知道死了幾批 所以你現在看空沒有意義 但是你要留意的是什麼 你這個融資一路在創高的過程裡面 會不會它又多變套多 那其實你從今天的盤裡面來看 別的加速比上漲加速來得多 那可見一堆人在套了 好那再來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現象 禮拜一我跟你講結構轉變 你小心被套多嘛對不對 好 那這個盤呢 在昨天的節目裡面 我還跟你講 我說居高思維 小心接到最後一棒 有沒有 所以整個盤是呢 它到底 你該注意到什麼方向 其實我們大家這樣都有跟各位講過 那現在我們來去講未來的盤 因為 今天台股最多跌265點 現在跌88點 現在跌96點 在那邊跳動了 那到底這個盤是不是今天這樣跌下來 談起來就結束了 沒事了 就安然無恙了 好我們來看 為什麼盤它會讓你看到今天那個灌壓那個速度非常的快 其實這個東西它都跟比價有關 什麼叫做比價有關 其實我現在跟你講的東西 全場老師不會有人跟你說 那是一個 整個法人面他們在操作的一些觀念 它會影響到這個盤式 所以我覺得 到底這個盤是不是直穩了 你聽我把那個比價講完之後 你再來做研判 好不好 我們來看 台股為什麼會讓你看到 怎麼搞得突然 突然那種下沙跌很凶的原因 是因為 這檔股票嘛 對不對 最近世新因為受到一些 沸騰事件的影響 又可能有一些正式面的影響 到今天為止你注意看 1234四字停板嘛 如果你是買在比較高檔的這個位置區的話 現在大致上差不多五成不見了 真的就五成不見了 好時間很快 這一段五成不見 好 那為什麼世新這樣子跌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他為什麼 最近影響到一些什麼IC設計啦 或影響到其他的一些電子類股 其實這都是跟比價的效應有關 什麼叫做比價的效應 我們直接來看 世新之前還沒有跌下來的時候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他的本益比差不多在70倍多左右 好 我們就算70倍 好 各位 但是你去想一下 世新連跌了這四根下來之後 他現在的本益比還有多少 48倍左右嘛 對不對 好 可是問題是股價都跌下來 你股價都修正啊 你本益比已經修正啊 那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你跌領板還是打不開 本益比到底他要幾倍 這東西他沒有一定啊 要看你整個公司未來的發展 比方說你今年賺15塊 你明年賺20塊 你後年又能夠賺25塊 那你整個市場會給他一個比較高的明明 因為他的營收是成長的 好 營收是成長 那你股票本來就是領先市場嘛 再看未來嘛 對不對 但是因為你現在 世新受到飛騰事件的影響 造成他整個營收 大概會當了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你看到今天為止 本益比來到48倍多 股價都還打不開 對不對 那到底他這個48倍合不合理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 世新這檔個股 他去年賺13塊6 去年賺13塊6 現在本益比是來到48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仔細看喔 台積電去年賺了快20塊嘛 19.97算20塊嘛 對不對 台積電現在本益比多少 30倍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世新去年 他賺13塊6 他現在本益比是48倍多 你台積電去年賺20塊 你現在本益比是30倍 那這就讓世新受到 飛騰事件的影響嘛 他營收會當嘛 對不對 那我問你啊 他現在48倍 那本益比合不合理 好像你沒有比台積電好啊 那你現在受到一些政治事件 或一些事件的影響 你的營收會當下來啊 你又賺的名比台積電多 人家台積電本益比30倍 你怎麼搞的 你現在反而還在48倍 之前你是70倍 對不對 所以呢 是不是因為這些事件 然後營收開始有些影響 他的本益比開始做修正 對吧 好 那各位那你去想啊 剛剛我們說嘛 我們現在說來做比價啦 什麼叫比價的效應 其實都跟整個未來的盤勢發展有關 我說我今天跟你講的 你應該聽不太到 別人會這樣跟你說 台積電賺19.97 本益比30倍 世新賺13塊6 然後呢本益比到現在為止48倍 那你想想看 你世新本來是有賺錢 但是受到一些事件的影響 他可能賺錢就比較縮減 比較少 比較少 所以他現在在修正本益比 那你本益比到底要修正到什麼時候 他的股價進入到一個合理的投資區 目前還要去看那個事件發展怎麼樣 那最起碼我們就以台積電30倍來看 你台積電賺那麼多都本益比30倍 那你現在呢 你之前衝到70倍 然後又受到事件影響 本益比下修嘛 對不對 當你世新有賺錢的本益比都下修 那我們自己來看 今天你會發現到啊 為什麼有些IC設計的股票 今天都跌下來 比方說啦 生權 有沒有本益比 沒有本益比喔 是賠錢的嘛 去年賠0.2元嘛 對不對 人家有賺錢的本益比都在修正 你沒有賺錢的 你本益比要不要修 需要吧 那仔細看嘛 泰新 今天打到跌平嘛 是賠錢的嘛 賠0.37嘛 那我問你嘛 世新都在修正本益比 你這種沒有賺錢的要不要修正本益比 要吧 那各位我們再仔細來看 那現在這種修正本益比的狀況 會牽扯到哪裡 牽扯到一些啊 會不會因為你的股價是虛構的 什麼叫做股價是虛構的 你注意看喔 今天有一檔個股喔 比方說今天的金利科 是不是也打到跌平板 你看喔 已經連跌好幾天了嘛 所以你後面去買 最高沒什麼太大的意義喔 你注意看喔 金利科他去年是賺多少 賺一塊多耶 1.02 有沒有 好 那各位 那今天本益比到現在為止多少 428倍 那你看嘛 剛才我們說嘛 你世新是有賺錢的喔 那這是受到世界影響 當然營收會盪 那你營收盪 你本益比也在修正嘛 你世新去年賺13.6塊嘛 但是你金利科呢 去年賺一塊 那我問你嘛 這檔個股世新 他現在本益比48倍 你只賺一塊多的股票 像本益比要不要修正 428倍的本益比要不要修正 需要吧 世新賺錢了 本益比都修正了 你那個只賺一塊錢的股價 還在上面 要不要修正 要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讓你看到啊 這樣的個股 是不是讓你看到 打到跌平板 好 我再舉個例子來看 你再注意看 比方說3094的連結 去年賺0.41 他現在本益比多少 94倍 你沒有賺的比世新多 世新本益比現在40幾倍 你沒有賺的比世新多 你現在本益比是94倍 好 那如果說你再比台積電來比的話 台積電去年賺快20塊 你只賺0.41 你現在本益比94倍 台積電的本益比是30倍 那我問你要不要修正 你世新都修正了 你現在要不要修正 你再仔細來看 我舉個例子來說 你注意看 比方說6533的金星科 他去年賺多少 0.82元 對不對 他現在本益比600多倍 股價在上面 那我問你 你基金科只賺0.82元 你現在本益比600多倍 世新現在呢 他是去年賺13塊6 當然今年營收盪下來 所以他本益比在修正了 那你去年賺13塊6的本益比 股價本益比都修正了 你這個要不要修正 你想一下 為什麼有些股票這樣開始跌下來 比方說我們就從旺久來看 去年只賺0.1元 那現在本益比多少 412倍 你覺得合理嗎 所以為什麼最近 從世新的事件 影響到好處 IC設計就開始一路頂 就是因為 當你世新都在修正本益比 你世新本身的獲利 它沒有台積電多 但是你台積電本益比只有30倍 你現在IC設計個股 有些個股的本益比 400多倍600多倍 然後780倍的一堆 你都沒有賺得比台積電多 所以當整個世新的股價一跌下來 連續四支 對不對 你去買的 你去追高的 你看就被套住了 五成不見了 然後它就開始影響到 一些IC設計 沒有賺錢的公司 你也不修正 本益比開始修正 那你那些比較碰瘋的 就是說你只有賺0.1元的 你只有賺0.82元的 現在本益比是不是也開始修正 對吧 好那各位 那現在重點來了 你會發現到 這次飛騰的事件其實影響到哪裡 影響到世新 還有呢 影響到翔碩嘛 對不對 可是你去注意看 翔碩去年有賺44塊 可是現在翔碩本益比多少 28倍嘛 28倍啊 對不對 那這代表著說 你翔碩這個地方有賺錢的 可是它本益比已經修正了 修正到差不多30倍 或者是接近到台積電 那個水準的時候 你就發現它並沒有 之前已經修正完嘛 修正到這裡你會發現 它的影響就沒有 世新來得大 這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股價 跟你的本益比經過修正 當你修正完之後呢 它會開始慢慢進入到一個 比較盤底的一個狀況 可是呢 目前因為你整個世新修正本益比 把整個市場的那個 本益比的空間開始往下壓 因為你世新是賺13塊6啊 你有些個股只有賺1塊錢 賺0點幾元 可是你本益比3、4百倍嘛 你前面那個世新都已經修正了 你台積電賺20塊的本益比是30倍 那你其他個股要不要修正 要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電子類股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在比價的效應 那現在這個比價的效應呢 它不是說只有IC設計 因為你整體IC設計 那比價的效應開始往下 就是說修正本益比的動作 已經開始下來 那你會發現到 最近為什麼有些股票 不是IC設計怎麼搞的 也跌得很兇啊 你看同志 崔永的同志嘛 對不對 那你看喔 到今天打到跌停板 它現在本益比多少 76倍 你看它賺多少 去年只賺3塊嘛 那像本益比呢 還有76倍 股價在200多塊 所以呢 是不是從IC設計開始牽連到哪裡 其他的族曲嘛 對不對 你看同志就這樣打下來 我再舉個例子來說 梁州做網通的 你看藥燈 今天打到跌停板 你看連續跌嘛 為什麼連續跌 它現在本益比140倍 你看喔 它去年賺2塊多嘛 2塊6嘛 台積電賺20塊 本益比只有30倍 你賺2塊多的人 2塊多的 你本益比是140倍 所以我問你啊 為什麼世新的事件 會造成其他的個股 也開始跟著比 原因到底就在哪裡 就是因為比價的效應 開始往下比 所以呢 我這幾天的盤式裡面 我就有跟各位講 我就說 我必須要給你一些 居高思維的心態啦 因為現在這種東西 就是說你從世新影響到IC設計 整個比價空間就開始往下 那你IC設計的比價效應 都一開始往下 修正本益比啊 你現在已經牽連到 其他的電子類股的比價效應 也開始往下嘛 對不對 那我問你嘛 你傳產要不要比 如果說有些傳產呢 傳產的個股 它獲利沒那麼多 最近漲翻天 人家IC設計 都已經開始修正本益比了 其他的電子類股 也在修正本益比 那你現在其他如果說 牽連到影響到 其他的傳統產業類股 也開始修正本益比的話 那我問你喔 你覺得台北股市 就真的指紋了嗎 你去思考 我覺得這東西讓你去思考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在跟你講的東西 可能市場上都不會有人說 其實我今天的節目 照理說應該跟市場上的 講法是一樣 哎唷我這裡有標股啦 你趕快跟著做啦 然後呢 反正你就是拉回 再買 就是講這些話啦 就對你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好不好 所以我這兩天有跟大家講過 因為你台北股市呢 在經驗走勢裡面 基本上它已經開始破了 4月6號這個位置區嘛 你現在這個短度已經遭到破壞 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段過程裡面 你融資就已經套了100億左右了 你今天上市上跪都跌 跌的加速比上漲加速多嘛 所以你這地方已經開始套了 100多億的融資 所以呢 當你出現那種融資套牢之後 接下來又會發生什麼狀況 那各位我們剛剛說嘛 你現在IC設計 是不是在修正本益比 對吧 當你IC設計修正本益比 其他的電子類股 比較那種高價比較碰碰的 我剛剛說過啊 這些個股是不是也開始修正本益比 到現在還有76倍嘛 這些個股是不是修正本益比 現在本益比還有140倍嘛 對不對 當你IC設計引發到 其他的電子類股修正本益比 如果說這個動作又影響到 其他的傳統產業類股的話 那就代表了說 你亂追高的 你真的會接到最後一半 那如果說當你套在上面 如果你是用融資買的 那我們說過嘛 你注意看 你從這個地方過完年之後 到現在為止 指數沒什麼跌啦 現在從過完年到現在為止 指數是漲的 因為你空當回補嘛 買進的力量 你融資也是買進的力量 那我說這一段 你今天4月6號這一點一破的話 代表說已經差不多 有100億左右的融資踏牢嘛 那如果說你從這一點來算的話 這上面總共有500多億的融資嘛 對不對 那再加上呢 融資聚集的方向很多也在電子類股身上 所以應該照理說會 這個數字會比我剛剛說的還要來得多 好 那重點來 那當那個融資已經開始有套牢的籌碼的時候 那接下來就面臨到什麼 會不會有融資追繳的問題 對不對 好 當一般賞戶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接下來要做什麼動作 去送錢啊 去找錢啊 不是嗎 對不對 好 那有些人可能會投資 投資什麼 投資基金嘛 然後呢就乾脆 啊 錢不夠 那怎麼辦 啊 我去跟基金說我要輸回 好 我要輸回 好 那你想想看啊 你去做這個動作會造成什麼現象 你看喔 這是昨天嘛 飛騰重劍四星連三根跌停賣不掉 法人捐傳啊 基金恐怕會砍其他的股票 來因應輸回 當你錢不夠 你跟投資金說我要輸回 我錢不夠嘛 他怎麼辦 如果他有四星的他賣不掉 他真的賣不掉啊 你看嘛 這次有兩家投資 統一跟野村同性 因為他賣不掉啊 只好多殺多 為什麼多殺多 我賣不掉啊 他打到基金板我也賣不掉怎麼辦 我知道去賣其他的股票啊 對不對 當去賣其他的股票 是不是又影響到你 沒錯吧 所以呢 當散戶開始有一些套牢 然後面臨到一些追剿的 那個問題的時候 他錢不夠 他去找錢 他就會去基金裡面跟你說 啊 我那個基金不要了 我要輸回 啊 基金呢面臨到 啊 你要輸回了 有些股票賣不掉 那怎麼辦 他就砍其他的股票 那你一砍其他的股票呢 其他的個股融資維持率又更低 然後呢 造成說 散戶面臨到融資追剿問題 然後呢 投信又面臨到 要被贖回 所以他一定要賣股票 當你這個賣壓一下來之後 接下來又面臨到什麼問題 城市交易啊 當你台股破一個重要的關鍵點的時候 所謂城市交易就是 電腦都已經設定好了啦 當那個關鍵點一破的時候呢 城市交易就是賣 他沒有任何一句話 他就是賣 所以這會造成那種連環性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就跟他講 為什麼我跟你說 你要稍微有點居高思維的心態 不要想說 不會影響到我的股票 我又不是世新 沒有啊 還是影響到 因為世新本一比在修正 它會造成其他的個股呢 也開始本一比修正 所以我今天會把整個未來 像這種狀況的情況 跟大家去做說明 當然最好不要走到這種地步了 問題是目前看來 電子類股修正本一比 它一直在進行當中 所以呢 這種盤勢 我還是要提醒各位 就像我這幾天講的 居高思維 小心接到最後一棒 好不好 這也跟妳說的嘛 結構轉變 小心變套多 現在又多 嘎空音又多並行 你小心又多變套多 OK 所以這是我今天上節目 要跟會說的目的 我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盤你會發現 最近為什麼我都跟你講說 你是我會員的 我們最近都在賣股票 因為我是低買高賣嘛 我賣得掉啊 因為你去追高 你就賣不掉嘛 所以我們會員現在 持股大致上 就兩檔左右啦 而且我們去抓那個 比較不受盤勢影響的股票 甚至於今天這種盤 我的個股還在動 好等一下我來跟你說 如果有時間的話 那我們現在保留過多的現金呢 準備如果說有那個機會到的時候 我們再去做低進 這是我的做法好不好 給你做參考啦 那我們把剛剛整個比價的效應 會牽扯到未來什麼樣的狀況 來跟大家去做說明 好 那我希望不要有這種方式 好不好 因為剩下最後一分鐘 待會兒我們再跟大家做解說 好 休息一下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投注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車禍現場拍照 錄影五人則 車禍發生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儘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 拍攝全景 記錄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 耗誌等一併設入 四 拍攝碰撞點 車損部位 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不妨礙交通至安全地點 人沒事 車能動 自行拍照 儘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好 回回到現場 今天的盤勢震量比較大 現在盤勢有拉到平盤左右 跌200多點又拉到平盤 哇 看起來盤很強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到 現在是爆大量 剩一分鐘 我們來看 今天拉什麼 今天拉台積電 今天拉中鋼 現在在拉台塑 對不對 拉這些股票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但一般人來講的話 除非你是一直以一些股息為主的 可能會去做一些全值股 但問題是如果你做其他的個股一樣 像下跌加速還是比上漲加速 多了兩倍多嘛 雖然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那個比價的效應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你手上的個股會不會有虛漲 什麼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基本面如果漲上去的話 人家都在修正本益比 要預防後面會不會造成這個現象 好 那既然有比價的效應 我就跟大家講過 最近我跟他說嘛 我們去抓那個比較低檔 而且本益比偏低的股票 像今天的盤勢在走震盪 可是今天我們的股票都還在動 這代表著說 我們去掌握這個輪動 去抓低檔的個股 這樣子才能夠安全又賺到錢 好不好 那詳細的解說呢 晚上的八點鐘 再跟大家做分析 那認同我們方式的 歡迎各位跟著一起來 那我們目前有一個體驗架 歡迎你來電諮詢 晚上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理財竟在運通 運達投資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投資 運達投資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投資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ACIB委員王玉成醫師 COVID-19疫情影響全世界 很多國家都在打招呼 以後師的研究 現實是 以後師的科學很發展 可以在最多的時間來 完成開發至四晚 每一國合遵的以後師 都經過大規模的臨場實驗 確保安全性到有效性 目前 很多國家開放註冊 COVID-19的以後師 除了可以以後疫情的發生 和抗體感染的方向 正能註冊 以後師有很大的幫助 當然